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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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82 項修正案 主席 響鐘 主席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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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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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雄議員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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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 22位出席 無人贊成 20位反對 無人棄權 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 18位出席 3位贊成 11位反對 1位棄權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已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梁國雄議員 請你動議第 687 項修正案 第 687 項修正案 削減2100萬元 相當於社會福利署就社會保障下增設73個職位所涉及的全年預算開支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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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表決 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市長 議員請個議 前往第六百八十八項修正案 議員請同意第六百八十八項修正案 第六百八十八項修正案 主席 我動議通過會議港稿-6以上的第六百八十八項修正案 削減七千四百一十萬 相當於學生資助辦事處 非公務員合約雇員薪酬的全年預算開支 請留住 投票結果 沒有人贊成,以十位反對,沒有人棄權 分居直接選舉產生議員 十八位出席,三位贊成,十一位反對,一位棄權議題 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已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第689項修正案 主席,到了689,大家可以投票反對 我動議會議港稿-6以上第689項修正案 法定人數不足 響鐘 響鐘 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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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91項修正案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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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表決 第 692 項修正案 法定人數不足 主席 第 693 項修正案 主席 第 693 項修正案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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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表決 表示結果 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 24位出席 無人贊成 20位反對 無人欺權 分居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 18位出席 3位贊成 11位反對 1位欺權 第 694 項修正案 主席 梁國雄議員 現在請你動議第 694 項修正案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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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95 項修正案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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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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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虎國議員 黃毓民議員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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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資助委員會 除居所資助計劃外 與房屋有關的開支資助金的全年預算開支 法定人數不足 主席 第697 項修正案 主席 第697 項修正案 削減4,7704,000 元 相當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一般部門開支的全年預算 相當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一般部門開支的全年預算 處理 jer 隊任職丈夫 本校 二三宮 祈祷 投票結果 第699 項修正案 陳志全議員 現在請你動議第699 項修正案 主席 第699 項修正案 削減3,623萬7千元 相當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員工個人薪酬下 薪金的全年預算開支 主席 陳志全議員 表決鐘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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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投票結果 主席 第701項修正案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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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全議員 再請動議第702項修正案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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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站身15 部 投票bajITE 第703 項修正案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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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 24位出席 無人贊成22位反對無人氣權 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 17位出席 2位贊成9位反對無人氣權 議題未獲得兩部份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陳志全議員 現在請動議第705項修正案 主席 我動議通過會議港稿-62的第705項修正案 削減5億9,647萬6千元 相當於水務署電燈及電力的全年預算開支 現場各位提出的代決議題是 陳志全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案件在付出表決 贊成的陳志全議員 法定人數不足 各支揮發生還是 投票結果 第 706 項修正案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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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07 項修正案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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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08 項修正案 主席 主席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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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你动订第 709 項修正案 主席 我动议通过会议广告付6以上的第 709 項修正案 削减8,556万2千元 相当于水务署专门用途的物料及设备的全年预算开支 主席 主席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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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百一十項修正案 法定人數不足 主席 法定人數不足 主席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張超雄議員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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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國威議員 主席 主席 范國威議員 范國威議員 梁國雄議員 王國興議員 請議員圍繞我們這個議題 所以我多謝你 主席 我知道這個時間是非常之寶貴 本來在修正案辯論的時候 我是想就議員 有人不斷抹黑工聯會 以及本人來作出回應 不過很可惜就是當時處理主席 就不讓我展開這個發言 所以我要在這個納入附表這個時間 就著拉布的議員提出來牽涉到 其實這個幾十項的項目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需要要求派一萬元 以及做了一個五百億的基金 來做退休保障 就是這個相關 我做出了一個回應 對不起 王國興議員 我們現在因為已經去到 這個多個總目 納入附表的辯論 所以議員的發言 就應該圍繞各個總目 你是否支持他納入附表 來去發言 但是因為他這個總目 主席 因為他提出這些總目的修訂 就是源於他們提出要要求政府 每人派一萬元 以及要設立一個退休保障 對不起 王國興議員 因為對於七八十項修訂 我們已經處理了 所以按照我議事規則 我們已經處理了的那些事項 我們就不應該再拿來作為我們辯論的議題 所以有關七百一十項的修正案 我們就不應該在這裡再辯論 而現在這一項的辯論 是就這些曾經有議員提過修正案 但是所有修正案都已經被否決的那些總目 是否納入附表 那我想問主席就是 我想問主席就是 我想問主席就是 我想回應議員 去抹黑工聯會的說法的時候 在什麼環節可以去回應呢 那你應該另外找場合了 王國興議員 對不起 因為我們現在這一項辯論 就是關於那些總目的納入 如果你覺得 在先前一些辯論裡面 有議員說的話 是不同意的 或者評擊你所屬的團體 你是要回應的 應該當時回應 你都會記得 當時因為梁國雄議員 他說他多次是指責 譚耀宗議員 公聯會 以及民建聯 所以我也都讓譚耀宗議員 對梁國雄議員 作了一段的回應 那是合適的場合 但是今天我們這個辯論 現在這個辯論 就已經是那些總目 納入的辯論 如果現在議員 又拿回上一個辯論 其他議員 講的做回應 那我就很難不讓 其他議員 又對你 對上一次辯論的回應 又作回應 那我就變成 完不到辯論 所以請你理解 梁家傑議員 多謝主席的解釋 我是表示對梁君彥 處理主席 剝奪了我回應的時間 表示遺憾 梁家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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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席 在席的議員 有沒有委員要發言 陳偉業議員 主席 梁家傑議員 梁國雄議員 禁了制 對不起 我看錯了 我以為是 梁國雄議員 梁家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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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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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業議員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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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琼議員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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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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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雄議員 請你繼續發言 主席 請你繼續發言 主席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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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吉洛議員 主席,我相信很多市民都在這幾天感受很深 南丫四號的海難事故牽涉到三十多條人命 有大人有小朋友也都見到很多市民很痛恨海市處長 遲遲都不會去做一個公開正式的道歉 三催四請發一個很遲的一指的聲明感到不焚 所以其實我也想跟同事勸一勸雖然在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 我們可以針對海市處處長針對這件事件 但始終還有一個程序的問題 我們現在處理的就是整個海市處的撥款 當中很難說是我們去抽出一部分過或者是不過 一個方法大家可以考慮的同事就是我今天下午做了的 就是直接跟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指出根據公務員的守則 海市處處長他失責的地方失職的地方在哪裏 譬如說他對所作的決定和行動要負責 這個都是公務員守則三點一是有提出來的 又或者公務員守則的四點二是需要作為處長和公務人員 要維護那個處方所自己訂立出來確守的一些服務的守則和宗旨 海市處來講一點很重要的就是要維護海上的安全主席 所以就這些問題具體聚焦如果我們對於海市處處長廖漢邦先生 是有一個很大的意見我自己也有應該是循著一個不同的途徑 去到繼續跟進去討回公道去還我們很多受影響的市民 還有就是爛熟的一個公道這個是一個比較可取的方法 所以就住海市處總部一百因為牽涉到整個處 還有它所有的運作和開支 可能我們這裡需要做一個拿捏 本人僅知陳詞是簡單講出我的看法 多謝主席 有沒有其他委員要發言? 陳委員 委員 陳偉業議員 抓一些維權人士去坐牢就認識 包括我在內 今天去完法庭還下個禮拜二接判 令很多人很失望 台灣呢 就有政府幫人民出頭 我們就要人民自己奔走 整天說香港人不愛國 還搞了些事情 什麼家事香港 你連人民的權益都捍衛不到 又怎要人民認同這個政府 單單這句話 已經支持 拒絕納入這個689 行政長官辦公室 進入這個附表裏面 沒有可能被一個不代表人民的 和完全沒有為人民做事的政府 大家拿些良心出來看看 香港人怎樣 死了 政府都不管 台灣一個人命 一個愚民的人命 整個政府出兵 所以你看回兩個政府的比較 你就感到這個政府的良薄 你就感到這個政府的可恥和無能 我們看回兩個政府 就是這個 同樣是國民的死難的處理 的不同 台灣最近呢 菲律賓派專人去到台灣道歉 台灣政府都覺得這個道歉是佛誠意 好像今天我在法庭和法官道歉 在一開始說不接受 以後要再道歉 但是台灣政府呢 都覺得這個 這個 所謂的特事 道歉 不足 誠意不足 所以拒絕 就是連續制定 台灣政府連續制定 多次的制裁菲律賓的措施 有第一波 有第二波 有第三波 我不拖大家 時間不斷主要 就說我這個拉布 但是我覺得要有個比較 才顯示香港政府的無良和無能 就是為什麼要拒絕納入 是有足夠的理由 人家第二波的措施呢 包括發紅色旅遊警戒 香港有做啦 對這個菲律賓 接著就停止台飛高層交流 停止台飛雙邊經濟活動 停止漁業合作事項 暫停菲律賓人免簽證到台灣 停止兩地科技合作交流 照計劃今年啟動南海軍演 做完啦 剛剛 這兩天 停止台飛航權談判 你看到 台灣政府就回國民的生命 被奪取之後 採取連串措施的強硬性 還有計劃就會推動 這個第三波的制裁 還有 人家的政府的發言人呢 那種態度的強悍 還有態度的堅定 態度的堅持呢 跟我們的六八九那種的 當然先前是曾蔭權 但是你作為六八九 現時的政府 以前講到前朝政府怎樣不善 怎樣失職 當然更加批評 當前這個六八九更加批評唐英年 但是你執政之後 暫晚都一年 一年 差不多 差不多一年了 你究竟就回 菲律賓拒絕 合理處理 有關這個 香港百條人命的 死亡的問題 那個交代 你是不是要 升級 要做多種 的措施 類似好像台灣那樣呢 要還這個香港人的公道 直到如今 這個事件也都講了超過五分鐘 OK 主席 我講完了 我最後一部分的就是 港人治的慘悸 仍然欠一句的道歉 你比較 這個香港政府的軟弱無能 是令人感到憤怒 主席我另一個 反對納入的 就是這個發展局 總目一百三十八 希望菲律賓死亡的港人 借這個機會都對他們家人的慰問 還有表示 立法會對政府的處理那種不善 我們會繼續這個譴責 和這個質詢 主席我們 我就回這個總目一三八 那個拒絕的理由 有多項的主席 因為我們先前提了多項的修訂 沒有機會發表意見 我想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民望之低 他現在的支持度 即是民調 要講他的支持度 和他的罷免 即是他的對比 現在是負二十八 這個2012年8月的時候 他是負二十五點三 二零一三年的四月 呢 陳茂波的正支持度 是負二十八 是繼這個吳克劍之後 就是第二低的 就是司局長 作為一個這麼重要的發展局 一個這麼低民望的局長 其實按一般的程序 你不要說負數 你那個證數不高 應該都要辭職 或者是某個程度上被罷免的 但是負二十八呢 絕對是一個應該是落台的數字來的 那你看回發展局負責的工作之多 就是和香港市民的權益 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呢 是極為重要的 我簡單講幾點 我不逐項講 主席我有十幾頁子的正日發展局 不過我不會全部拿出來講 我只是選幾個香港人最為關注的 其中一個呢 就是這個的 海旁用地 那個問題 按這個的發展局的政策呢 其中一個主要工作呢 就是繼續與海濱事務委員會攜手 確保我們的規劃 土地用途和城市設計 融合公眾參與 貫徹我們保護及美化維多利亞港 以公市民及遊客享用的目標 但是最近這個中環海旁用地 就是作解放軍的用途的問題呢 是引起很多的爭議 爭議 不導致到局長要引救辭職 或者不導致我們要 將這個總目呢 是這個反對納入 那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你作為局長 竟然 救市民向城區會表達意見呢 他是有種冒犯性和侮辱送地表達意見的人 他就說那些人臨尾呢 就是整個萬的意見和很多呢 是一個的程式的信件那樣 從陳茂波這個局長 這個低民望的局長 負28的民望的局長呢 的發言呢 是充分顯示他對承規程序的不熟悉 以及對市民的意見不尊重 如果你熟悉 那個處理和過去處理很多爭論性的 承規的諮詢呢 不少的組織呢 都是趁這個最後一兩天時間呢 自將 自將 他那個組織收集到的 正反意見呢 是承交 遞交給這個的承規會的 是不是 我們自己做過很多次 就是譬如我們有時 就在地區上某些的規劃 他一般來說有兩個月的諮詢期 那麼我們在地區上呢 會進行很多的諮詢會 座談會 問卷調查簽名運動 可能做足兩個月的 有時起碼做足三四個禮拜 在地區上開街站啊 做這個的研討會啊等等的 那麼搜集那些意見呢 是不同時間搜集的 有些可能是截止前四個禮拜 有些可能是截止前一日或者兩日 但是 是等到那個截止限期 前那一日或者是當日 比如當日五點鐘截止的呢 我們就當日才拿上去承規會秘書處 因為我們要有足夠的時間呢 去進行的工作 那所以 這個的 局長 有些雜罵的形式 有些 即是不起穴的形式 即是有些是不接受的態度呢 就說那些人 最後那天 才將那些意見交上去承規會 這個這樣的說法 明顯是不熟悉過去就回承規上 很多團體就回反對意見 或者就回成交意見 那種做事的模式 證明它的無知 就是和那些 陳議員不適宜在個別事件 明白 民主席我是從那個 因為那個解放軍的事件 是受解放軍佔用這個 中環的碼頭 中環那個海旁用地 是很受這個爭議 我是想指出 你作為一個局長 你不熟悉這個的成規程序 你找他去負責全個的 就是土地規劃 是很大問題的 是吧 等同這個的 去處理 這個浸會大學 一幅的土地 小小的六百至八百個的單位 就搞到滿城風雨 是吧 一個這麼少土地用途的 就引起這麼多的糾紛 即如果你作為一個的局長 你在找土地方面 你是完全不熟悉 是吧 純粹是用自己的主觀願望 主觀意志 或者是這個官僚的態度去看問題 完全沒有種專業 和對市民的理解 和對程序的理解 就盲頭烏鷹這樣去 就是 進行成規的規劃的話 你必然引起滿城風雨 必然引起極大的爭論 必然引起這個社群的對立 甚至是社群的撕裂 劉皇發議員很清楚的 你來到新界 你對新界的習俗 你對新界的地理環境 你對新界的風水 你對新界某些事俗 對某些地點 就是那種珍惜 或者對某些地方 他們有一些特殊的感情 當你完全不熟悉這些事的時候 你說我要找屋 我一聲就說 這裏找得得得地 就等同現在這個浸會 大學的精用用地一樣 這種態度 這種模式 必然不但對香港 現時房屋供應的短缺 要穩地增加的困難 添煩添亂 這個局長不但無助協助 解決現時的房屋危機 基於他的無知和處事的態度 是吧 就是喝啤酒吃飯 醉酒醉嫁又不承認 是吧 接著被記者刺爆 就死死氣 就是小小的協議 就是那種 想著隻手遮天 可以這個門天過海 這種態度 是絕對不適合做這個 就是發展局局長 所以你看到他多次的問題 就是令人覺得 你撥款給他 你這個 就是就回這個總目 就是如果是按現時這個 安排總目138 是這個通過有關的動議 可以納入這個 就是附表的話 那這個是香港一個的災難 同時很多人不是很 這個注重 這個發展局 其他更加重要的工作 香港人就很針對這個被規劃的問題 但是你看回這個規劃的綱領和有關的工作 仍然有不少的工作 是從內地有關的 譬如 這裡寫明 繼續 與深圳當局合作 通過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 一起探討 共同開發 諾馬州和河套地區的可行方案 以及督導其他跨境的規劃及發展事宜 這些被規劃的做法 香港人感到極為憂慮 是否 你河套區和諾馬州等等的地方 是香港很珍貴 還有可能最後那幾幅呢 就是有少少天然價值 還有呢 有很重要的歷史的 就是 價值的一些地方 所以如果加下謀言 通過有關這個總目 就是 繼續給他做的話 就是帶來個災難是不絕的 所以希望透過這一次的否決 拒絕將這個 總目138 納入這個 副表呢 可以帶來一個警惕性的作用 亦都停止他 制止他 做一些的傷天害理 損害香港利益 損害香港市民的一些措施 和一些決策 社會議員 議員 本線�隊 議員 議員 檢查! 議員